- 回到甜心家族的時間,就是煲劇家族了 - 今天我們煲劇家族的這位朋友就是一位很有實力的女生人 - 她是Sitta陳希怡 - 哈囉Sitta,哈囉,大家好 - 我想對一位新人來說,有一條問題是經常被人問 - 自己也應該回答了多少次,就是你怎樣入行 - 我知道Sitta你未正式加入這個樂壇之前 - 經常都會自己參與一些公開的演出、演唱 - 又會唱一些demo,你自己說一下 - 其實在未入行之前,自己已經知道自己很喜歡唱歌 - 所以就去參加了一個公開的比賽 - 然後在那裡認識了一位評判 - 就是她給我有機會唱一些demo - 之後就再推薦了我去唱一些商場、一些不同的event - 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整個大學的過程 - 都是做一些part time,去唱商場 - 去唱一些不同的function - 之後就遇到現在的經理人,所以就這樣入了行 - 哇,那會不會呢? - 其實你自己本身也是超級喜歡唱歌的 - 肯定是 - 是啊,我已經很喜歡唱歌 - 不過如果你說作為一個歌星 - 這是一個夢想 - 沒想過理想就比較難達到 -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很講天時地利人和 - 所以現在可以夢想成真就很開心 - 小時候喜歡唱歌的程度 - 同時你也說過,肯定你是很喜歡那種 - 是 - 有沒有真的說去學唱歌的? - 也有的,因為其實為什麼一開始會喜歡唱歌 - 是因為我爸爸媽媽先去學的 - 我爸爸媽媽先去學的? - 是 - 他們學唱什麼歌? - 他們學唱流行曲 - 即是他們那一陣子就是彭寧、張學友那些 - 很有興趣的 - 很有興趣的 - 是啊,然後那陣子有首歌 - 那一陣子很流行,叫三人行 - 哦,OK - 之後就所以帶你去學唱歌 - 是啊,所以帶我一起去學 - 即是你也跟媽媽一起去跟老師學唱歌? - 是啊,是 - 放了多久? - 其實跟著我們一起貼,就貼了一年多 - 但之後到自己真的參加比賽,就是form5的時候 - 媽媽才說,好,你讀書那麼辛苦 - 就讓你學一樣你自己最喜歡學的東西 - 是 - 所以才由form5開始真正上自己一個去唱歌課 - 唱唱歌課就不是學懂一首歌或另一首歌 - 最主要是由基本開始,是嗎? - 其實有學過不同的老師 - 即是我跟媽媽的老師,她是一首歌教我的 - 是啊 - 比較沒有那麼學術性 - 是啊 - 比較喜歡每一首歌就每一首歌練 - 但也有跟過不同的老師學,就是唱scale - 練闊這個range - 是啊 - 即是你說range是真的可以練闊的 - 是啊 - 可以越唱越高都可以的嘛 - 是啊,越唱越強 - 哈哈哈 - 其實Sitta出道的時間也算短了 - 嗯 - 但在一個多星期前 - 應該是一個多星期前 - 是啊 - 剛剛推出了屬於你自己Sitta首章的個人專輯 - 是啊 - 心情和感受是怎樣 - 那個感受好像要懷胎十月三嬰兒一樣 - 哈哈 - 哇,這麼快 - 那晴晴你試過了 - 對了,試過了 - 哈哈 - 七點沒試過 - 生仔試過了 - 是啊 - 感覺都是很期待 - 是啊 - 而且在製作的過程中 - 都是很用心去做 - 所以在等待的那一刻 - 其實經常都會覺得 - 好像有這個產前抑骨症一樣 - 哇 - 都會很害怕 - 究竟是否可以真的推出呢 - 或者之後的路是怎樣 - 啊 - 什麼是prepare呢 - 前景會是怎樣 - 其實在那一段時間也有很多憂慮 - 嗯 - 不過那一天就是 - 即是一個星期多一點之前 - 啊 - 很開心終於可以看到他的單身 - 是 - 那一天的發佈會 - 也都自己有前壇自唱 - 啊 - 所以都很開心 - 因為裡面有一首歌是自己寫的 - 所以讓大家看到 - 我有多一點的involvement - 在這支碟 - 或者我的音樂上面 - 是 - 讓大家認識我多一點 - 當日也有我的經理人 - 包括パーコ你支持我 - 是 - 還有很多fans - 家人 - 所以當日也很開心 - 其實你當時那一刻的心情 - 和你的狀況 - 是否一定會 - 其實真的幾次生嬰兒 - 雖然不是我生的 - 但我看到我嬰兒 - 一出生那一刻 - 我真的很感動 - 還有想哭出來的感覺 - 如果你看到 - 例如パーコ有這麼支持你 - 還有這麼多fans支持你 - 你也會很感動 - 是啊 - 因為當他們和我一起唱 - 我的歌 - 大聲一起唱 - 一起唱 像是大合唱的 感覺好像從小到大看著紅館的人說 山頂的朋友你們去吧 照說 我還未到山頂 但也有那種感覺覺得他們很齊心 唱屬於我自己的歌的時候都很開心 很明顯他是很期待 快點站在紅館那裡去山頂的朋友 我想每一位歌手都是一個願望 沒錯 有沒有覺得自己是幸運呢 這麼快可以出道電話 都很幸運的 因為其實除了時間可以達成自己的夢想之外 在我這個碟裡面 都有很多強勁的班底製作人去幫我 其實一個新人裡面可以得到這麼多人的幫助 我已經覺得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正式成為歌手之後 我相信會有更多機會去作一些公開的演出 以及會跟很多歌迷觀眾見面 想起之前自己還未在歌手之前 譬如好像做一些公開的演唱 是不是都可以對你來說 是累積了很多在台上的經驗給自己 是啊 其實也是 因為以前未做歌手 即是在商場唱歌的時候 都有一段時間要經歷一個 好像覺得自己滑合眼玩過山 去啦去啦 但其實甚麼都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觀眾給我的一個互動的感覺 沒懂得享受 沒有享受的 不是不同的 可能那時觀眾又未真是很認識你 是啊 他們都是走過聽聽歌 是啊 所以其實我記得自己出來唱了這麼多年 但我想頭半年的時候 都是在摸索大家喜歡甚麼 或者摸索自己應該怎樣去表演出來給大家聽 所以有了那段時間 其實我現在省了這半年的時間 我就可以穩定一點唱歌給大家聽 就沒有了那個很害怕的感覺 是 還記不記得自己第一次踏入這個錄音室 錄自己屬於Sitter的自己的歌的時候 那種的心情和過程是怎樣 記得了 因為第一次錄歌的時候就太緊張 因為其實之前有過錄音室錄音室 錄音室是給人家的 感覺很不同的 因為這個是錄音室的碟 就算你之後做了幾多年 大家都會看著這個碟 沒錯 然後那次第一次去錄音的經驗 就是因為要過台灣錄的紀念碑的時候 所以很緊張 因為覺得軟輔到另一個地方去錄幾首歌 所以自己就很努力地在家裡練練到失聲 說得很大件事 然後我就幸好那邊的監製會好 他就幫我找了很多琵琶糕和八仙果 或者什麼台灣的特產 然後幸好我們都因為多了一天的時間 所以那天就全天都是休息 這個都可以順利地進行 八仙都回來了 其實會不會有什麼準備功夫給自己 在錄音之前 其實那一次給我的得驚是很多的 因為之前未去過真正的錄音的時候 就覺得慢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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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被自己標籤在歌紙上 或者有什麼可以自己去準備多一些 但是那一次之後 因為台灣的監製 其實他都很用心機地教我 就是他認識每一首歌 是要怎樣說一個故事給我聽 然後令到自己很投入了下去 然後就可能自己記住一些呼吸 他都會教我怎樣去做 所以自此之後 再回來香港錄音的時候 自己都知道準備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做 除了拼命地練習之外 有些可以記住的 就會令到錄音的過程順利一些 剛才你說過就是投入了 你有沒有什麼方法令到自己投入去唱一首歌 其實我都是relate to一些自己以前的經歷 或者朋友的經歷 因為可能自己還是一個新人 對喘摩一首歌 以前就會學了原唱者 那跟了 是的 但是現在又沒得跟 因為我就是原唱 所以暫時還未去到 可以說憑空去想像一些東西 都是盡量去把自己的故事 或者朋友的故事 去代入這首歌裡面 那譬如你現在派台的一首 《忘川》 你是怎樣去代入 《忘川》因為是自己寫的一首歌 寫的 就是這個melody 在我心目中怎樣出現的 就是因為想起以前和男朋友的一段感情 黑骨銘心 那一段感情就是很快來很快去 就像過山車一樣 所以才會來到這個音樂 即是很高高低低很多起伏的melody 所以其實自己也是想起那個故事去代入 將那些感情表達出來 即是我知道Sitter比較擅長去唱一些叫做悲的情歌 在這首全新的專輯 《Crazy Love》裡面 是不是大部份的歌都是屬於這類型的作品 其實我一般一般 因為跟公司溝通過 其實本身自己想著第一首歌 都比較多的是這一類的歌 不過公司就覺得其實我的樣子也不太悲 我不悲,很開心 所以覺得新人不應該一出來這樣灰沉沉 但我們都會把第一首歌裡面的歌 大部份都是情歌 所以才會拿了歌名 即是《Crazy Love》來做這首歌的歌 就是這首歌的名 所以《Crazy Love》大部份都是情歌 不過都有些開心的 有些是開心的情歌 有些是講關於姐妹之間 即是一些friendship的歌 也有些是講關於現在去回顧同年的時候 和家人或其他東西去相處的一些清新的歌 有不同類別的 其實情歌也有很多不同種類 即是會不會都是一些比較悲的情歌 即是自己有經歷呢 即是特別容易去演繹和處理的 都會的,自己會比較熟悉的 即是這一類悲情的歌 因為可能以前做商場的關係 通常人們會覺得很厲害 即是唱得好像很慘 要哭了 然後有很多power放進去 就會覺得令人吸引到他們留在聽 所以那時候可能自己比較練得多 是這一類的歌 不過現在放進去CD裡面 其實都應同公司說的一樣東西 就是如果你放進去 然後你在車上可能是星期六 或是星期間駕車去聽的時候 你每人錄就都是這麼慘的 這樣也是 所以都有一些東西要選擇 選擇 每樣都有些 不如介紹一下你的新疊 其實有一首歌 就是上年派的 應該叫做紀念碑 是吧 紀念碑這個名字 我覺得歌得非常好 即使我未聽這首歌 已經很記得名字 你可否說一下這首歌 其實紀念碑 其實那個悲不是李廷悲的悲 是悲慘的悲 即是關於一段關係 其實很多時候分手 或者有些什麼喋叉也好 即之後可能那個悲痛的感覺 大家都會不捨得 即是難捨難離 即雖然很想自己的生活是開心的 但是往往都會覺得有些東西是 雖然很慘 但你都會想記住這個人給你的這種感覺 即是都想沉溺在這個悲痛的感覺裡面 所以這首歌是很慘的 不過自己都很喜歡 因為覺得有時候很多東西都會有慘的一面 你可以將這首歌表達到大野心性 是 其實不要少看一首歌三萬多鐘 裡面是很多東西的 是 另外一首就是 則田幫你一首作曲 就是Crazy Love 是吧 田這首歌 其實是我自己的第一個 踏出了框框第一次唱的 一首更開心的情歌 那這首歌呢 我記得錄的時候 就是剛剛從台灣回來 就收到歌詞 那田就說 今天有空了 不如過來錄吧 那我打算都是錄個Ruff 或者怎樣 但誰知道他就覺得 一來那個感覺就對了 所以那天其實我記得是 很快就錄完這首歌的 因為其實他覺得最主要是那個 很放鬆的感覺 對 所以這首歌的主要最著重的是 一個很開心很舒服的感覺 他講關於兩個人的愛情 是有幾crazy 另外一首就是 剛才阿晴晴也提過 就是《亡村》 是 這首歌有點特別的 是你自己來的 自己作曲的 這首歌是我第一次作曲的歌 很多時候公司都接受了這個作品 因為真的是第一次 其實我自己都挺喜歡作曲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自己作曲的歌 會是最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最喜歡什麼旋律 或者我自己最擅長去唱什麼 所以這首歌 是我自己擺了很多心機裡面 去將自己的經歷寫成的一首歌 跟田詞人李俊一也有溝通 所以令到他知道 其實我想這首歌裡面 是講什麼的 而且這首《亡村》的MV 絕對不簡單 我覺得 我就這樣看 都覺得你拍的時候 都需要很多時間 很辛苦的 就是全身要濕透 在清涼缸裡面 所以你很留意 其實因為我自己拍戲 我都會知道 如果你要一直濕著身 在那邊就這樣拍 除非你的環境真的很熱 否則也會很冷 很辛苦 拍了多久 其實是一個下午 四晚上到是十二點 到五到五到五點 那次拍攝的MV也挺有趣 因為以前導演 都是想著跟男主角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前一天他突然改的想法 不如是水吧 因為亡村是一個希臘的神話 說喝了這些亡村的水 就可以忘記以前的前層往事 所以關於水的時候 導演已經構思了浴缸的想法 之後我們找衣服 其實也是在家裡找些覺得自己穿得舒服的衣服去拍攝 我記得最難忘的是 自己浸在浴缸上 導演就說 我現在不知道捕捉你 不知道捕捉你哪一刻 你有那麼久浸那麼久 因為你浸了之後 化妝的朋友就會想打我 如果還要補 所以盡量一踢過 我記得我盡量吸了一口氣 然後突然在水裡 又不知道噴那些氣 樣子會不會很肉酸 一定連噴氣都不敢噴 不過出來也是很自然 還有那個感覺 主角就變了水 我們正常說 這樣是不是要防水化妝 我覺得那次的感覺也挺特別 幸好大家拍出來 大家都滿意 Cinda主力就是在唱歌方面 但我也看到你曾經參與過電影 其實我想你也會 各方面的發展 嘗試過之後 喜不喜歡拍戲呢 其實都喜歡的 暫時我試過拍戲的長口 都不算太多 因為全部都是客串一點的性質 不過也很開心 對到的不同的拍檔 都是一些很大師級 即是前輩級的人 例如第一次紀念碑的電影 就是裡面有和志偉哥的合作 亦都亡村會是來 另外一套電影裡面的插曲 那套電影裡面 也和心味有些對手戲 所以我覺得演戲也是很開心的 我覺得和大家 和不同的人的前輩 都教識了我很多東西 相比唱歌 會不會覺得演戲更加難 都會的 因為我覺得演戲 其實我之前有演過舞台劇 覺得舞台劇更難 因為舞台劇要令到 那時即時大家會有反應 或者即時知道你做些什麼 感受到你做些什麼 就真的要有些經驗 而且不能再演戲 是啊 不過最近有一兩新的嘗試 就是拍一個港台劇 港台劇 裡面就做小肥的一個女朋友 是一個空姐 我覺得這次就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像拍戲一樣 其實我自己覺得挺好玩的 因為裡面其實有很多事情 可能即時要哭 或者要很開心地對著她笑 其實可能是說差半個小時的事 已經是在拍很前的東西 以及很後的東西 沒錯沒錯 即時間裡面的穿梭 是很多 那自己要立刻去調教 調教自己的心態 其實即是拍一些港台劇集 都是不錯的 說真的 始終都是高水準的作品 希望大家都很有誠意去拍劇集 是啊 很有意思 我相信你會有一個很好的經歷 或者經驗 剛剛出了自己的新碟 最近都會很忙 做一些新碟的宣傳功夫 其他事情 其實自己開始適應了這個 唱歌的工作模式沒有 娛樂圈工作模式沒有 其實我都ok的 因為 很適應一下 我想多點工作更好 因為我自己都是一個 由小時候可能讀書的時候 都會編排到自己的行程都挺悶的 可能讀完書之後就去商場唱歌 商場唱歌之後就跟不同的活動唱歌 所以我自己比較喜歡自己的行程是滿滿的 我就覺得很充實 所以這段時間去不同的地方做宣傳 可以唱多些歌也是一樣令到我很滿足的事 自己從小就已經學了一次很喜歡唱歌 現在真的成為一位真正的歌手 也可以說叫做心願達成 對於自己將來在樂壇的發展 會不會有什麼期望 即是有沒有定什麼目標給自己呢 短期的目標 這個我希望有自己的一個mini concert 因為可以唱多些歌 是我的一個很大的心願 長遠的目標當然可以在紅館開歌唱 這個是最終想達到的目標 ok 今晚就多謝你和我們聊天 我們下次再有機會再聊天 好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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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那宗星向切成事 所有泪流过了 能消脱就此值照 你去你 为何留在千千里 仍然关念你 奈何他跟你一起 你去我开心 天天开心 心里爱随时光流 要要问你 哪个人已有爱 我即是个老人 前尘头将何乐 最早都想死去 再变命寸 留世回忆 回望如模式半遥远 何半大宗星向有恨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初歌 滚空的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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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